哈喽哈喽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期视频呢是get ready with me 同时呢我想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八种有毒的性格特质的人 那大家遇到了以后一定要小心哦 那我为什么要分享这支视频内容呢 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熟悉的环境里面 有朋友的支持和家庭的温暖 在熟悉的文化背景里面 可以应付得了很多事情 但是当你一个人一旦踏入社会 甚至是到了文化背景完全不一样的社会体系里面 去打拼生活工作 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少走点没有必要的坎坷的路 然后工作生活都顺顺行行的 那大部分的时间来说呢 大家遇到各种奇葩的怪事 伤害你的事情不开心的事情 基本上呢都是人际关系导致的 所以说遇人不输才是导致你内耗最大的问题 所以去选择你身边可以相信的人 是每个人必备的功课 那首先要去分辨哪些人应该要小心 应该去远离 那我就总结了以下几点 希望大家能够进行适当的参考 那第一种人就是特别爱去比较的人 你是能够感觉得到的那一种扑面而来的攀比的心理 他们的嫉妒心超级强 是完全没有自信的人 当你在做你自己的时候 当你有点值得被夸赞的点的时候 他们的那种不自觉的恶意 就会慢慢的显露出来 这种类型的人 有些时候还一直想徘徊在你的身边 作为朋友的这么一个人设 你可以感受到他们说话的目的是不纯的 他们说出的话是让你感受性非常差的这么一种状态 有些时候他们两眼根本就不敢指使你 不管你说什么或者做什么 他们明明知道你的说话的内容的含义 但是不断的他们就会说出一些酸民 才会说出的各种奇葩 抹黑恶心消极的话往你身上扔 他们喜欢传播不利于你的留言 背后抹黑排挤你 其实就是看不得你好 你好了他就不好了 你不好他就舒心了 他们有些人还会利用各种下作阴险的手段 试图击败你 你知道吗 就是作为嫉妒你的人来说呢 每天知道你过得很好 你每天过得非常的有趣精彩 面对你的存在和状态是一种比较痛苦 又非常累的事情 但是你还在他面前展现你的你的友好 你的伯大胸襟那样只会显得他们更加的渺小 所以他们这种是受不了的 他们会做出各种事 撒各种谎言 各种戏来让他们有自己正确的感觉 觉得是自己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然后高高在上的感觉 没事的话也往你身上挑刺 挑错就是记在里面挑骨头 这样他们才能体面的全身而退 那第二种类型的人呢 就是聊天时候 他们并不是在聊天 就是在找茬 抬杠 唱反调 没事找事 随便说上一两句都会呛 边下话 贬低别人 抬杠自己 好像不这么做的话呢 他们就没有存在感一样 这种人往往思维模式 没有跟正常人在一个频道上的 那你会觉得就是跟他们沟通起来 特别特别的费力 这种人的能量呢 跟你是不同频的 他们看到的问题的角度 永远和你不一样 他们想的并不是你说话的内容 而是找任何可以切路的点 来质疑你否定你 永远抓不住重点 是他们不想抓住重点 他们的重点跟你是不一样的 永远都在反驳 反驳性人格 那这种人明明知道是你的为人 你说话的本质意思 就是要故意找根本站不住脚的角度 去否定你 质疑你 打击你 他们是不会在乎你说了什么的 他就是要赢 各种奇葩无厘头的话都说得出来 这种有毒的辐射还会营绕着你好几天 所谓下虫不可与兵 永远不要和这种类型的人去争辩 因为他们会把你的智商拉到和他同一水平 然后呢 用丰富的经验打败你 那第三种类型的人呢 就是所谓的能量强盗和能量寄生虫 他们看上去第一眼是没有任何的攻击性 或者轻悦性 恰恰相反 他们的第一印象给别人是一种安全 腼腆没有攻击性 甚至可靠的那种感受 前几次见面的时候呢 会让你觉得异常好到无可挑剔 并且过分展示好的人 如果说你没有类似的经验的话 你就会跟他成为很好的朋友 但是这种行为你要知道的是 他们带有强烈的目的性 他们就是想在女生当中成为最受欢迎的那一个 然后在男生的眼里也成为最受欢迎的那一个 然后在任何的人群里面 他们就会做出特地的做出一些行为 让别人觉得他们是最优秀的 但是我觉得这种行为真的意义在哪呢 就是敏感的人会感受到异样 但往往没有什么证据 所以一开始这种行为会轻而易举地欺骗了许多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种奇奇怪怪的感觉 随着他们的行为就会慢慢地滋涨 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吧 非常小的一个例子 因为我之前在大学里面工作 做的是Clinic Trial Investigator嘛 然后外加是Researcher 那我的同事跟我在一起工作 也是在Clinic Room里面去寻找志愿者 然后我们是要做一些简单的人体实验 那我这里就有一个志愿者 那是一位女生 国籍我在这里就不方便透露了 她给人的感觉就是 她特别乐于助人 她也是把这个作为一个口头禅说 如果别人感到开心 那她也会很开心 那我就把这个女生介绍给了我的一个同事 我们当时真的是非常的 觉得自己是非常幸运的 因为你做人体实验 如果没有大学的一个funding来帮你去找 来帮你去宣传的话 那你这个实验找到志愿者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尤其是你的实验的一个duration特别长 或者说是the last of intervention 特别长的话 然后这个dropout rate是非常高的 那如果真的找到一个特别热心的参与者 你真的会非常感激她的吗 然后这个女生来了之后 那因为女生的一个血管 其实是非常比男生要难找到嘛 因为我的志愿者都是男生 然后我的同事的志愿者都是女生 所以说她是deal with this part的 结果她后来就把这个女生的抽水的时候 就是弄出瘀青了嘛 她就给那女生做了紧急的处理 然后还发了邮件 还发了短信去慰问她说 你这块有没有事啊 如果你觉得就是有问题的话 你就尽管来找我 你知道我的办公室在哪这样子 然后这个女生就说 啊没事没事 我很好没有关系 你继续抽水好了 下次我还会再来 没有关系啊 然后我也不会跟别人说 怎么怎么样 然后她说这些时候 我就在另外一个房间里面 其实我是听得到的嘛 后来呢过了一个星期 那我去办公室嘛 然后办公室里面有很多其他的人 那我就听到一个男生 在对别人说 那个女生的抽水的经历 他看到我进办公室了之后 他也跟过来 然后他就开始用一种责怪的口气 来指责我们这个部门 就说啊你们这里抽水 怎么怎么样 怎么那么不好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 既然那个女生在背后这么说 那我让他再跟那位同事再沟通一下吧 然后就过了一天 我的那位同事直接见面跟我说 那女生什么都没有说啊 那女生说很好啊 怎么怎么样 他跟我关系超好的啊 他说你抽血抽的不错啊 就是偶尔一次失误也没有关系啊 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说 他在背后说过 你们就是我们这个部门抽血抽的不好 然后我的那个同事就是有点将信将疑的感觉 又过了几天 我们在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event里面见面了 然后我亲眼看到那个女生在一群男生面前 笑嘻嘻地把她的袖口卷出来 袖出她的一个伤疤 袖袖出她那个瘀青的地方 比前几天还要再严重了 就说你看我为这个学校 我为这个部门贡献了多少 我是多么无私的一个人 他每次都跟女生说 我很讨厌这位男生 我很讨厌这个男生的群组 但是每次这个男生的群组呢 邀请他一起出去 去party或者吃饭的时候 他想都不想立马就出去了 然后在男生面前说 女生怎么怎么不好 怎么怎么交情 然后回过头来 又跟女生说 他如何如何的讨厌地帮男生 我不知道大家对这种类型的人 有什么感觉 我的第一感觉就是 我不想再见到他了 就这么简单 第四种类型的人呢 就是伪善 这种人让你觉得 他们的行为 绝对没有那么的光明正大 背地里小动作很多 对某些他的朋友超级不友好 擅长利用蒙太奇的谎言 仅仅是因为语言颠倒顺序 要表达的意思就完全截然相反 他会用这种类似的谎言 把自己抬得非常高 然后去贬低别人 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有一部分的人真的特别擅长 使用这个手法 去骗人 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人 他说的每一句话可能哦 可能都会发生过 但是他直接把所有的事情 又重新剪辑了一遍 把顺序都颠倒了一遍 然后有些地方 他会隐瞒下来 他自己的行为会隐瞒下来 然后把别人的一些行为 通过颠倒顺序的方式 然后添有加醋的方式 说给别人听 就是通过他嘴里说出来的事情 就直接变为了 明明你不是这个意思 明明你没有一个不好的企图 然后他直接把你的意思 全部在曲解了 你在斥责他撒谎的时候呢 对方会把事件拆解成好几句话 来反驳你 反问你 是不是真的发生过 如果你说发生过 但是你想再解释 他会直接打断你 不让你再次开口 那我再给你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就是有一个女生呢 就是跟一个男生在约会 然后这个男生呢 提议要去这个女生的家 那女生说 好那你过来看一下吧 然后在女生的那个家里 那个男生 想对这个女生做些什么的时候 然后这个女生就察觉到有些不对劲 再加上这几天的相处下来 这个女生会觉得 这个男生的脑子 可能思维想法 价值观 不是跟他在同一个频道的 那这个女生就直接把这个男生给赶走了 然后接下来的日子里呢 这个女生就是会发短信给这个男生 就是解释说 那我们两个还是做朋友吧 做朋友还是一样啊 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圈子里面 我觉得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 不想把关系搞得很糟糕 然后这个男生就利用一些 一些话术 开始在跟这个女生在玩游戏 那没过多久呢 这个女生就听到 他在背后把事实都颠倒过来 就说 说这个女生想要去追这个男生 结果这个男生拒绝了这个女生 然后这个女生就很生气 然后直接发短信去 跟这个男生去对峙 那当然就是起了一些冲突 那果不其然呢 这个男生在别人面前 还是扮演着一个受害者 甚至是被盗追的这么一个角色 然后他问这个女生 你是不是在跟我生气 然后这个女生说 是的 那你有没有主动发我短信 然后那个女生说 是的 然后那个男生说 你看他都承认了 那他就是把所有的事件 都会胡乱的剪辑在一起 然后放到一个错误的 编造的一个背景下 去撒谎去骗人 那就再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一个男的 他会说 他的老婆呢 天天在家闹腾 然后不打扫卫生 你也不做饭 就会直接跟我要钱 出去买包包买衣服 我受不了了 所以后面 到后面就去找人了 那实际情况可能是 老婆勤勤恳恳的 在家里伺候老人 教育孩子 在发现他出轨之后呢 以不打扫家 不做饭 跟他要钱的形式 来提醒他 家庭的一个重要性 就是作为一个条件 要他回家的理由 所以才跟他闹腾 所以说你看似每一部分的话 都是真话 但是通过顺序的变更 再加上一些 添油加醋的一些语言 表达出来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 再加上当事人可以改变 他的一个态度 他可以完全掩盖自己所做的事情 如果说没有证据去指证他的话 他完全可以撒谎 就是把真实的发生的事情 变成一个活生生的谎言 往往这种谎言 外人真的很难去分辨 但是当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爱说蒙太奇 是谎言的人 请立刻远离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 第五种类型的人 这种类型的人 就是纯粹的并不善良 那不善良的一个体现 就体现在最基本 最细松平常的一个体现 就是他们会在背后 把别人说的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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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难听 最后还说一句 是我听到的而已 因为在这个社会里 没有一个不善良的坏人 会对你善良 那只是时机不到时候 不到你现在有利用价值而已 当你发现一个人 甚至是你身边的朋友 他们对别人 有不善良的企图 但是他们对你还是很好 但是对他人 有过分的贬低伤害 那要注意这个人 可能在将来也会对你不善良 你不要觉得他 可能真的去恨 那个经常在背后抹黑的那个人 说不定很大程度上 他还装作是那个人 很好的朋友 甚至希望那个人 能够喜欢他 因为我个人觉得 人品在任何时候 永远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绝对重要 大过于金钱 很多很多 非常非常多 千万要注意 要分辨出什么是伪善 我觉得还是要看 那个人的行为吧 就算这个人巧舍卢皇 能够解释他的行为 但是一二再再而三的行为 展示了这个人的人品的问题 有些时候要相信你的 第六感 有些时候身体发出的 不舒服的信号 往往提醒着你一些 信息 就是要你远离这个人 那我们来到 第六种类型的人 那第六种就是 说一套做一套 尤其在工作上 话术连连 一开始听上去 很专业的样子 感觉很厉害 很不错哦 但是时间久了 尤其是当你作为一个员工 完全进入到 这个项目作业的时候 他说出的话 他做出的事 其实完全没有一个 实质性的 一个飞跃史的 一个内容 甚至在胡扯 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 当你看到 他们的措辞的时候 发现他们是正人君子 他们是很厉害的 一个角色 但是当你真正的深入去了解 发生了什么 进入这个项目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们就是在一本正经的 胡说八道 金玉其外败取其中 他在语言上 就会很客气的说 我接受一切新的想法和见解 但是在行为上 就是去试图说服你 去听他的话去做 这种类型的人 往往控制欲极其强烈 一旦他失去了 对你的控制和钳指 便开始无休无止 在PUA你 编故事来打压 打击你 只挑有利于自己的话说 前后矛盾 只觉得自己是对的 那第七种类型的人呢 就是你共情 试图去理解 他的一个处境的时候 但他永远都共情不了 别人的人 但是他是一定要 希望别人去共情他 永远都活在自己的童话 世界里永远活在自己 不切实际的一个想象中 虽然是活在现实中的人 但是没有活在现实中的勇气和意识 他们的理想生活和现实距离实在太远 这就导致他们会不停地去抱怨 不停地用一种消极萎靡的一种心态 跟语言去影响你 你又搞不懂他们消极的点在哪里 因为这个点是不切实际的 你也没有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 所以说你就会一直纠结在 你要不要去挫破他的一个理想的泡泡 还是就让他在里面 但好像这两种选择都会让他不开心 那第八种类型的人 最后一点我想说是 这种类型的人就是一直在抱怨的人 这里是不包括是真的遇到不好的事情 不好的一群人 给你负能量的一个辐射太多的一种情况 其实有些时候说出来是一种发泄和解脱 这样的话你的朋友也可以帮助你 因为人生就是起起伏伏 很多事情压在心里 对健康也不是很好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去解决的办法 但是这一点做到真的不容易 因为一些很多抱怨的人 就是找不到抽离的方法 而被一直负面的去辐射 然后他再找其他的人去抱怨 其实说如果说你要找这个人 正好是喜欢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给予意见有主见的人呢 那就还好 但是你要找到一个内心很脆弱的人 再加上没有什么这方面的智慧 没有什么良好企图的人 那就有点惨了 但有些人就是抱怨的点呢 就是在于不是说你能够改变的 类似就是你一直抱怨别人家境好 又有很多资源 为什么自己没有 或者说各种小事 类似餐厅的东西不好吃 别人穿的衣服的风格 你也要负面的吐槽一下 这就是所谓的一直处在一个 负面能量的状态里 这种就是让我有想远离的冲动 因为这种情况就是说 不是说他遇到的事情是负面的 他遇到的人是负面的 而是他本身的心态就是负面的 那总结下来就是不要去轻易的相信他人 只有时间和事件的发生才能看清楚一个人 好的时候大家表现的都特别好 只有当事件变得很糟糕的时候 才能看清楚你身边的人的人品和真心 那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那作为女生来说 我想建议给大家的是 那就是精神上不受力 不要去轻易的共振别人的投射 无论别人对你做了什么 说了什么 不要太容易去难受 每天呢 依旧要投入到自己的生活事业里去 该远离的人呢 就尽量去远离吧 就不要再交流了 交朋友其实还需要贵在真尘 那我现在今天的这个妆容 也已经打理好了 那希望大家喜欢我说的内容和我这个妆容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支视频再见 拜拜